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 天兔台风目前仍为轻度台风 4点15分最新一报指出暴风圈 已经稍早接触到了台湾南端的陆地 未来还是有减弱的趋势 在今天大家出门去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的朋友 都会发现到这天空懵懵的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说呢 我们台湾附近的环境场 现在在近地面吹着偏西南风的关系 我们自己本身的污染物 包含了火力发电厂 包含了工厂 汽机车排放 这些污染物没有办法排放出去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最新的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 北部地区主要在陶竹还有苗 跟包含台北地区 你可以看到台北这边的污染物 从新北一路吹到了台北市区 到了台北东边的部分的空气品质 反而比较好 可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全部都在被风沉降之下 污染物的状况来说是非常的明显 要提醒过敏体质的朋友 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 那什么时候会改善呢 要等到明天下午以后 东北季风一开始增强 我们的空气品质的状况 才会开始由北往南而改善 好 讲完空气品质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的 色调强化的云图 北方的高压系统 已经冷空气到达了浙江的位置了 冷空气正在逐渐的南下 而随着北方冷高压下来之前呢 我们的前缘吹着有点偏的西南风 所以呢 在今天的污染物没有办法排放出去 南边的台风系统的强度持续的减弱 中心在这里哦 这个不是哦 这个是外围的一些对流云层 这里是中心 中心目前呢 仍然在我们的西南方的海面上 但现在已经是轻度台风 暴风圈未来会继续缩小 强度还会减弱 尤其到了明天白天 北方冷高压的整个冷空气 开始灌进来的时候 它的强度就会快速的减弱 成为一个热低压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只有在恒川半岛跟台东地区的朋友 有些震雨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动态的云图 动态的云图当中可以看到 云系的发展 主要的结构体来说 完全的松散掉 只剩下在我们台湾南方海面 有一些对流的云层 而这些云层进来的时候 使得台东恒川半岛的 俄兰比东边的部分 就会有震雨的状况 北方的冷高压 来我们注意北边的云层 冷高压的云系发展 已经开始逐渐的往南移动 今天早上冷空气 已经逐渐的通过了长江流域 开始再往南走 明天的下午以后 整个冷空气开始灌进 台湾上空 当然更不利于这个系统的发展 他的强度持续减弱 就会变为低气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整个降雨的状况 恒川半岛到了台东东边 有点雨 我们看到就这个区块 其他地方都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但西半部的朋友都会发现到 空气品质明显的偏糟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西伯利亚冷高压 正在逐渐南下 这一波的高压系统 最强的时间会从周日开始增强明显 到了礼拜一礼拜二 整个中部以北夜晚的温度 降到十九到二十度 还真有点冷 到了下周三周四高压冬移 但要注意下礼拜五到礼拜六 另外一股冷空气再度南下 那台风系统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路径了 在未来的整个走向 将会逐渐的朝北有点往偏东北走 快的话呢 大约在接近我们时候 强度的部分就一直持续减弱当中 那现在这目前预报 明天中午的路径 会是在这个恒春半岛山区 但有可能还没有接近强度 持续就会减弱下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温度状况 明天北部东北风开始增强 下午以后有雨 早上的活动没有问题 下午以后开始要飘雨 因为东北风增强 中部地区多云时期 南部地区短暂雨后转多云 东半部地区只有在台东 到恒春半岛东边有雨 歪倒地区我们看到 马祖金门的温度 开始要逐渐下降了 小滴宁两件事情要提醒 南部海域风浪大 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小心 山区部分有浓雾 能见度差 行车要注意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投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